大家好,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奶香芝士饼 软软香香的奶香味十足,特别的好吃 首先准备150克中筋面粉 加入15克白砂糖 2克酵母 1克盐 13克黄油 半颗鸡蛋液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再倒入70克锤牛奶 拌倒入并搅拌 搅成面絮再下手整理在一起 最后揉成一个光滑中等软硬的面团 盖上盖子醒面10分钟 醒好的面放在面板上 翻过来光面朝下按扁再擀开 擀成一个大圆饼 中间再放上芝士片 先放5片 再撒上10克白砂糖 再放2张芝士片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随后收口处揪掉多余的面疙瘩 按扁 再把收口处干的薄一些 然后翻过来放在烤盘中 再扎多一些的排气孔 跟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30分钟 看到明显的鼓起 再筛入奶粉 撒上熟的白芝麻 再次扎眼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烤18分钟左右 这样我们的奶香芝士饼就做好啦 趁热吃还会拉丝 软软香香的超级好吃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